两种情况下会增加出血的几率 第一就是你吃着低应药的同时 吃着antibiotic抗生素 在第二个星期 有进行性行为的话 就不需要额外的防护措施 可是 有一个可是 阿宝哥好 我是六小六小名药技师 我在这个频道常分享关于性健康 所以我很常受到这样的疑问 我吃了事前低应药之后有出血 那么我应该继续吃药 还是我应该停药 忘记吃低应药的话 还有个具体 今天我们谈的是 事前低应药或者是短效低应药里面的 COC Combined Oral Contraceptic Pill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哪一种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看完这支影片你将会了解 为什么你吃COC会有出血的情况 出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忘记吃药的话 要做什么补救措施才不会怀育 之前有谈过事前低应药的迷失 还有一些基础可以点击这边看看 其实吃这个COC的时候有出血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占了20-30%的人 等于每10个吃这个COC的女生里面呢 有至少两个人会有出血的现象 所以你有出血的话不必太担心 另外忘记吃低应药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你问我昨天晚餐吃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的 这些情况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吃了短效低应药过后有出血的现象 我们可以称之为Sporting 就是那种滴答滴答一点的血 或者是突破性出血 整个好像越紧张是break through bleeding 这个副作用常见于刚刚开始服用病药的人 可能是我身体还在适应这个荷尔蒙的变化 但是有两种情况下会增加出血的几率 第一就是你吃着低应药的同时 吃着antibiotic抗生素 因为抗生素会影响病药的效果 第二就是你忘记吃低应药 如果你没有吃着其他的antibiotics 又每天吃药 但是还是有出血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继续跟着指示 服用你的病药直到三个cycle 因为这种出血呢 一般上在三个月内会改善 除非你的出血时间太长 或者你有其他不正常的症状 通常你服用病药的时间越长 这种出血的情况就会越少 70万剂吃药呢 不只是会增加出血的几率 也会降低病药效果 让静止有迹可测 那么忘记吃病药的话应该怎么办 这个和你几十万剂吃病药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吃药的时间分成 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 也就是二十一天 第四个礼拜就是停药等于进来的时候 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一点 短效病药一定要连续服用七天才能达到病药的效果 所以在第一个星期就算你每天都记得吃 如果有发生性行为的话还是需要带套 如果在第一个星期有漏掉吃药的话 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就赶快吃咯 下一粒药就照着正常的时间吃就好 到了第二个礼拜 如果有一天你忘记吃药 同样的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就赶快补吃那一粒 下一粒药就照常你的时间吃 第一个星期跟第二个星期的差别在于 如果你第一个星期七天都有好好的吃药 代表你在第二个星期已经有了避应的作用 在第二个星期有进行性行为的话 就不需要额外的防护措施 可是有一个可是 这个避应效果要在12个小时内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 如果你忘记吃药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 你的避应效果会大打折扣 这时进行性行的话就要进行额外的措施代套 这样说可能很抽象我来打个比方 9月1号的时候我吃了第一粒的避应料 那么从1号到7号就是第一个星期 只要我有进行性行为的话 我都需要带套 8号也就是从第二个星期开始 有进行性行为的话 就可以不需要额外的措施 来讲另外一个情况 在第一个星期的某一天 比如说4号 我忘记吃药而且超过了12个小时 那么到了第二个星期 比如说8号的时候如果有进行性行为的话 我是需要带套的 第二个星期如果多过一粒的要忘记吃 比如说连续9号10号都忘记吃了 接下来性行为时也是要带套 讲了第一个星期和第二个星期 到了第三个星期如果有忘记吃药的话 应该怎么办 你这时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方法就是吃完这一盒 直接吃下去吃下一盒 没有peer free period 所以你可能会来越精致到你吃完这个第二盒 第二种方法就是从漏掉吃药的那一天起 直接停掉 直接变成7天的peer free period 比如说第三个星期16号我忘记吃了 那么我直接从16号停了 我本来应该吃到21号 可是因为我16号忘记 我16号就直接停掉 听起来可能有一点论话 有一点分定分定 以保险旗舰和便利性以触发点的话 只要你有忘记吃 必须要超过12个小时 有进行性行为的话 都带套 这边再解释下1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早上8点我应该吃一粒 结果忘记了 我中午1点我才想起来 这时已经过了5个小时 还是未定12个小时 那我现在吃一粒还是来得及 那个避应效果还是在的 另外一个情况 假如说你习惯晚上10点你吃这个避应药 结果那天晚上你太累了 你睡早了你没有吃到 隔天早上醒来的早上8点 你想起来了你还没有吃药 这时是过了10个小时 还没有到12个小时 你就赶快吃掉你vist要的那一粒 所以你早上8点吃药一粒 晚上10点的时候你照常吃接下来的那一粒 等于你一天会吃两粒 我特别制作了这个图表 一直过看完三个星期的解决方法 希望可以让你们更加的明白 我会在IG跟Vlog更新文章和照片 如果你听明白了 请在底下留言明白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 所以你是信我也是可以啦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现在这个人手一击的时代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设定 Minder或者LAM 这样就可以提醒你 每一天在固定的时间吃药 就省去了这些麻烦 当然还有其他不需要每天服药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 装职工环 有兴趣了解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总结就是 自设定闹钟 提醒自己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吃COC 如果漏掉吃药的话 在你想起来的时候赶快吃掉耐力 如果已经忘记超过12个小时 有进行信心的话 要带套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热情学习 能代表你对这个课题比较有兴趣的 那么可以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好 接下来会更新更多的影片 我是瑞萨阿姨 继续我们下次见 拜拜